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舞报 我是小绿 我们来看新闻 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4号在莫斯科签署两国外交部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 声明说 朝鲜4号宣称发射弹道导弹 中俄双方认为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双方对此均不能接受 强烈敦促朝鲜严格遵守安理会决议有关要求 声明还说 中俄双方对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局势发展 表示严重关切 双方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和加剧矛盾的言行 呼吁有关国家保持克制 避免挑衅行动和好战言论 体现无条件对话意愿 共同为缓和紧张局势 做出积极努力 中俄双方建议 朝鲜做出自愿政治决断 宣布暂停核爆试验和弹道导弹制射 美韩相应暂停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中俄双方呼吁各方遵守919共同声明中阐述的承诺 尽早重启全面解决半岛问题的对话进程 军事手段不应成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选项 中俄双方重申 在东北亚地区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 包括中俄在内的域内国家战略安全利益 无助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和地区和平稳定 双方反对部署上述系统 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并取消相关部署 商定将采取必要措施 切实维护两国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因柯文哲此行发表了两岸一家清 构建命运共同体等言论 引起了岛内所谓独派团体的不满 有意角逐2018年台北市长的民进党及民代姚文志 跳出来说 民进党跟柯文哲是时候该分手了 对此柯文哲也是不客气的响应 姚文志的说法不能代表民进党 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的上海之行收获满满 但回到台北却招致民进党各种攻击 同样也有意角逐2018年台北市长的民进党籍 名代姚文志 甚至说是时候让柯文哲和民进党分手了 柯文哲这话说的毫不保留 根本没把姚文志放眼里 台湾媒体称 柯文哲这回上海行提出的两岸一家亲 构建命运共同体等言论所产生的效果 着实让他加分不少 绿营内部就算不满也拿他没办法 接下来2018选举 民进党还要不要跟柯文哲结盟 挺或不挺恐怕都是难题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 陈赫南 赫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小丽 台北市长柯文哲完成了为期三天的上海行返回到台北 不论是台湾方面陆委会的评价还是岛内媒体的关注都让柯市长成为了舆论焦点中的焦点 柯市长也或许是一趟上海行颇有感慨 也是借由媒体关注的机会对外界有不少的表态 我们一起要客观的来评判一下 首先来看的是今天台湾中国时报上面的报道 标题就叫做柯文哲说出来说两岸不接触台湾软实力难发挥 柯文哲表示若是不沟通不接触台湾连软实力都无从发挥 经过这次的上海行 柯市长又开始了一轮对于两岸论述的周末 柯文哲直指台当局认为应该主动的去接触对岸 现在台当局用的这种防守闭锁的方式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 另外对于柯文哲的上海行 其实台湾方面陆委会给出了所谓的叫严正声明 是攻击了两岸一家亲以及命运共同体的提法 声称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 这样的说法舆论和媒体都实在看不下去了 在今天台湾中国时报上是用了包含社论在内的多篇文章 点名批评民进党蔡英文 我们一起先来看这篇短评 短评的标题叫做小月的嘴小鹰的心 小月指的就是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张小月 这篇短评非常明确的就提出来 陆委会作为台湾当局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的专责行政机关 有没有必要加入到民进党方面对于柯文哲市长上海行的批评之中 并且还是如此猛烈的身先士卒 这是值得观察的 当然两岸事务的责权在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就是蔡英文的手上 陆委会的背后就是蔡英文 陆委会使用诸如像是统战分化续意剥夺等等的用词 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蔡英文的心声 这篇短评也很无奈 认为在蔡英文如此态度之下 两岸的僵持与冷对抗恐怕又要持续下去 可问题却是除了嘴上说说之外 民进党当局能拿出什么对于台湾有利的对策吗 而同样是在这一个版面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就是 柯文哲看到民之所欲民进党呢 从九二共识的四个字到两岸一家亲 或者是命运共同体的五个字 反映出来的是大陆方面关注岛内民生的善意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前往上海之前就已经在铺垫着 认为说两岸之间的互动民生是关键 不要让民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岛内有舆论也认同 从两岸一家亲到命运共同体 体现出的是两岸间同为中国人的血脉亲情 原本这是可以成为民进党蔡英文顺水推舟的一个台阶 让两岸间的交流得以回复和稳固 但是已经被意识形态冲昏头脑的民进党蔡英文当局 依然毫无所动的选择对抗 民意如水 谁可在舟亦可覆舟 当政者应该找到人民的位置 听从人民之所欲 显然在台湾岛内 柯文哲看到了这一点也做到了这一点 故而迈开步子促和两岸 那么民进党和蔡英文当局呢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关注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小丽 好的 谢谢贺南 我们来看下一条 2018台北市选战 先当选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会派谁重新来拿回市长的位子 引发了外界的好奇 外传吴敦义团队已经看中了几个不错的人选 就连资深媒体人陈文倩也在考虑的名单内 目的是要让国民党形象能转变 转头立马就走 连谈都不谈 台北市长柯文哲2018拼连任难道又多劲敌 女性终究在政治权或是女性参政 的确在目前台湾的政治氛围里面是一个亮点 国民党新秀民代谈2018北市选战 蓝营能否挽回形象重拿政权 势必得有新亮点 就怕正当形象早根深蒂固 谁是最强候选人 能抗衡要拼连任的柯文哲 这位善于网络操作 狂扫青年选票的政治素人 我们家女儿玩的时候呢 他最喜欢叫我陪他上去玩 敦义团队私下讨论 律师出身谢震武就因犀利言辞 能替蓝营开疆祸土 外加基隆眷村背景 更能巩固军公教票仓 那应该是李记住哦 为什么 因为第一节他有财经背景 然后他形势比较低调 再加上说他有专业的能力 那现在台湾的民众不喜欢 正式心态强的候选人 女性从政更是亮点 财经专业出身 李记住政务官散发文和李姓 少受选举气息 更能凸显柯文哲杀文心态 吸引中间选民 只是期待人选 还有他 眼泪只是一直在控制住 高度参与政治的陈文倩 是少数政坛女性 自主鲜活案例 曾为民进党发言人 后来转栏 担当国民党智库顾问 我个人其实已经退出政坛 快要12年 然后远离政治 然后如果从心境来讲 甚至我在999年 离开民党的时候 其实不是离开民党 我的心情就是离开了政治 强调把人选留在 更具潜力心秀 其余二位则无响应 只是离2018就要到 吴振营想在北市插旗 前哨战人选 更得精挑细选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4号未安排公开行程 传音身体未样 蔡英文办公室 发言人林贺明 4号中午回答媒体询问表示 蔡英文有点小感冒 医生建议稍作休息 蔡英文原定4号上午 先后前往桃园参加活动 由桃园市长郑文灿陪统 有媒体猜测 是否因网络传出 百年金改革团体 将发动如影随形 抗争包围行动 以致蔡英文行程 全部取消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台立法机构 3号针对 所谓前瞻基础建设 特别条例草案 协商了一整天 都没有结果 4号继续协商 还破例安排了 相关部门主管 与各党党团进行打询 民进党希望在5号 也就是今天完成三读 国民党则占领 一场主席台杯葛 国民党团还召开记者会 再次提出 前瞻年限经费减半 和增列纠责条款等诉求 蓝绿协商前瞻计划 第二天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苏家全 破例叫来 台党绝多个部门主管 到场巡达 时代力量党团 打头阵 国民党团质询时表示 连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台北捷运 都会亏损 难道其他地区的轨道 就不会亏损吗 即使营运20年 你都还不能够赚钱 当时我们要不要做捷运呢 围绕着轨道建设项目 到底能不能胜 国民党火力全开 而在前一天晚间 夜宿台立法机构后 国民党党团始终霸占 主席台杯葛 在僵持中 民进党团一度提出 愿意将8年8800亿新台币投资 降到4年4200亿新台币 但是保留追加预算的空间 国民党团经内部讨论后 认为这只是绿营的缓冲之计 坚持包括轨道建设等项目要调整 因此拒绝民进党团提议 国民党团坚持霸占主席台杯葛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家全宣布 会议将开到凌晨12点 就在国民党亲民党与时代力量 在台立法机构一起立足前瞻计划的同时 民进党态度坚决 其中英系的台湾世代智库 更是在三号公布了所谓前瞻基础建设 与年金改革的民调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 有61%的民众赞成所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民众对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各项目的赞成度都在五成以上 不过国民党方面也态度强硬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四号召开记者会 再度重申了五大诉求 包括计划年限八年改四年 经费减半 增列少子化 食品安全 青年就业等项目 还要有究责条款 提出成本效益评估 环境评估报告 综合效益平息等 国民党团总照林德福说 国民党团将据理力争 抗争到底 不惜流血尽全力捍卫 绝不容许民进党当局 把钱丢到大海里 台所谓中研院前负责人翁企会 卷入耗鼎案 被依贪污罪起诉 台监察机构四号 以9比0全票通过弹劾 台监察机构痛批翁企会 言行严重失当 违背诚信 在任职期间 购买民营公司股票牟利 并协助无偿取得研究成果 违法失职情节重大 台监察机构四号下午举行记者会 说明弹劾翁企会理由 翁企会已被视灵地检署 以不违背职务收贿罪起诉 全案去年3月爆发后 翁已在去年5月去职下台 根据台监察机构的弹劾理由指出 翁企会任职期间 委托于所谓中研院 有合作及专属授权关系的 台湾号鼎生计公司董事长张念慈 带投资及持有代理投资的资产 并由张念慈先带电款项 或带对外借款 建议购买大量股票投资谋取巨额利益 以图自身利益 并应允同意收受该公司 150万股技术股 进而不当协助图理其相关公司 派源至所谓中研院 无偿学习技术 及取得唐分子研究成果 台监察机构指出 翁企会督导定定的 所谓中研院科技转移力冲突 回避处理原则 自己却带投违反规定 另对外发表 有关该民营公司 及本身重大利益的评论 未掩饰其与号顶公司 并无利益关系 又对外公开谎称 未购买该公司股票 言行严重失当 违背诚信 违法失职 事证明确 情节重大 全案将送台所谓 公务员承见委员一处 最终可撤职处分 台监察机构表示 翁企会是台湾难得的人才 很有可能拿下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发生此事相当沉痛遗憾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福 当地时间7月4号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于7号举行首次会晤 俄方表示 俄美两国总统的会晤 已经通过磋商确定 会晤将于7号 在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举行 这是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第一次会晤 当地时间7月4号 印度总理莫迪抵达以色列 开启为期三天的历史性访问 今年是印度和以色列建交25年 这也是25年来 印度总理第一次访问以色列 当天下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前往机场迎接印度总理莫迪 在欢迎仪式上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热烈欢迎莫迪总理的到访 以方欣赏印度的文化 历史 民主和坚持不懈的进步 三年前 两人第一次在联合国会面时 双方都同意建立历史性的伙伴关系 内塔尼亚胡称 以色列和印度的合作 可以延伸到水资源 农业 安全 能源等多个领域 以方正在为双方合作的技术项目 筹划一笔4000万美元的创新基金 他对彼此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莫迪表示 作为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 他为这次突破性的访问感到荣幸 他说 印度是个年轻的国家 正在快速发展和进步中 印度愿意将以方 视为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双方在科学创新 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存在广泛合作前景 当晚 莫迪来到耶路撒冷 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并敬献花圈 依照日程安排 当地时间5号 莫迪将分别与 以色列总统李夫林 和总理内塔尼亚胡 举行工作会谈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 当地时间7月4号表示 澳大利亚空军派遣的两架侦察机 已在菲律宾执行情报搜集任务 同时 飞军方从美国 紧急采购了一批装备 希望能在7月24号前 结束在马拉维的战斗 洛伦扎纳说 澳大利亚空军的两架 AP-3C猎户座侦察机 已于6月30号开始 在菲律宾执行 为期两周的情报搜集任务 菲律宾军方飞行员和技术人员 也在侦察机上 帮助澳方收集有价值的数据 经飞军方在马尼拉市 和三宝岩市指挥部分析后 再传送给在马拉维的作战部队 洛伦扎纳还说 马拉维市内持续不断的战斗 曾一度耗尽了 菲律宾政府军库存炮弹 迫使非军方不得不从美国 采购装备进行补充 但他没有透露 这批军事装备的具体数量和种类 菲律宾政府军于5月23号开始 在南部城市马拉维 搜捕青角反政府武装木特组织 和阿布沙耶夫武装人员 双方发生战斗 据估计 目前马拉维市内 仍有约130名武装分子 另外 菲律宾最高法院发言人 西奥多特表示 有15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参与了投票 其中11名大法官 支持在明兰劳岛等地区全面戒严 三名认为 应在南部地区局部戒严 一名反对戒严 菲律宾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 菲律宾和军方随即发表声明 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儿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7月4号 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阿布杜拉 在首都阿布扎比表示 阿联酋等四国尚未收到卡塔尔 对解决断交危机条件的正式答复 四国已做好就卡塔尔的答复 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 当天阿布杜拉在与到访的 德国外长加布里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阿联酋等四国没有收到卡塔尔对解决断交危机条件的正式答复 四国已做好就卡塔尔的答复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 但他拒绝透露四国将采取何种行动 加布里尔表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是海湾地区稳定和安全的保障 海河会各成员国应妥善解决分歧回归共同立场 6月5号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 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破坏地区安全为由 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并对其实施禁运和封锁 6月23号沙特等四国通过科威特埃米尔向卡塔尔递交了13点要求清单 作为解决断交危机的条件 并限定卡塔尔在10日内予以答复 卡塔尔方面表示沙特等国提出的要求是对卡塔尔主权的限制 沙特等四国7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将卡塔尔答复13点要求的最后期限延长48小时 四国外长定于5号在开罗开会 商讨应对卡塔尔的下一步举措 当地时间7月4号 美国军方表示 叙利亚民主军进入拉卡老城区作战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对拉卡的老城墙一处实施了空袭 在老城墙东部2500米的城墙上 炸出了一条通道 帮助叙利亚民主军突破伊斯兰国防守最严密的区域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此次空袭帮助叙利亚民主军绕过雷区和狙击手潜伏区域 接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防守核心区域 减少伤亡 争取最大战果 美国军方表示 旭反对派武装攻入拉卡市内城 想彻底收复这座城市 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6月6号 叙利亚民主军打响解放拉卡战役 从东面北面和西面同时对拉卡发动进攻 同时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 也对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伊拉克军方当地时间7月4号宣布 将在两天内全面解放摩苏尔 伊拉克尼尼威省军事行动指挥部负责人朱布里说 摩苏尔全城解放的最后期限是7月6号 目前摩苏尔老城仅剩麦丹区尚未解放 纵深只有约400米 败单区收复之后即可宣告摩苏尔全城解放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月3号 在罗马举行的粮农组织大会上说 自2015年以来 世界饥饿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多 使得多年来取得的进展出现逆转 目前已确定有19个国家处于长期危机状况 这些国家同时也面临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的影响 根据粮农组织的报告 尼日利亚东北部 索马里 南苏丹和野门 发生饥荒的风险极高 其中有2000万人受到严重影响 为节省开支 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近日下令关闭当地著名景点 导滩州立公园 然而美国独立日小长假期间 当地媒体却拍到 克里斯蒂及其家人 在本应关闭的导滩州立公园晒日光浴的航拍图 事件一经曝光 美国舆论对克里斯蒂的行为 提出质疑甚至批评 但克里斯蒂辩护称 他当时带领家人在位于 导滩州立公园的州长府邸度假 并没有违规 他和他的家人并不后悔到那里 享受假期时光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样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尾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了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全国台联2017年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4号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 近千名台湾学生将利用暑期 在大陆实地感受 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人文风情 本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汇聚了来自台湾岛内海外的近1000位台胞青年 和来自北京高校的160位大学生志愿者 以及20多位在大陆的台籍学生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夏令营活动 给两岸的青年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让双方增进了解和感情 我们这次特别突出了信誓文化 我们希望说台湾的年轻人 更多了解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根 他们的来源 本届夏令营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 营员们将在北京参访名胜古迹 聆听姓氏文化 中关村创业故事等讲座 并将赴27个省市自治区 亲身感受大陆的壮美河山和发展变化 可以就是对两岸的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有交到不同的朋友 那我相信他们亲自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看见大陆的一个发展跟进步 跟他们原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 而且也会发现 大陆的青年 其实跟台湾的青年 是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兴趣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活动 从2004年开始 至今已有近2万名台胞青年 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斯路活动的第二站 到达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铺天梅州妈祖 受到当地殉众的前程潮祭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从马六甲发回的报道 千年的期待 妈祖下南洋 信众们依然要用 最古朴的妈祖祭典仪式 祈求福泽安康 千百年来 力德 行善 大爱的妈祖精神 伴随着华人的脚步 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 成为了不同地区 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民众的精神纽带 在马六甲 妈祖宫庙的香火 也是十分的鼎盛 今天祖庙的妈祖来了 信众们要用最虔诚的鼎礼膜拜 表达心中的夙愿 非常的幸福 还有感恩 马祖娘娘呢 其实是我们本地 南洋 马来西亚 人民 这么长久以来呢 大家膜拜的这个神明 通过这个膜拜的这个仪式中呢 感受到呢 马祖娘娘的这个慈悲 大爱 也通过这个膜拜仪式呢 能够领悟以及感受到呢 更深 马祖精神 马祖文化里面呢 所强调的这一些价值观 我从小就有听马祖的故事 觉得他其实很伟大 能拯救所有人 很感恩有这个机会 信仰会馆举办 把这个马祖借过来马来西亚 让我们马来西亚的市民 有这个福气 可以共同击拜这个马祖 特别亲切的感觉 也除了亲切之外 也感觉到很安详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次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感线 官方微博和东南卫视 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